第七十六集 仇恨会蒙蔽你的顺眼 苍老的声音清晰地在霍远号的精神之海内响起 就连天梦冰残也清晰地听到了这个声音 石团金光几乎同时亮起 想要将那灰色气流驱除 但是那灰色却如同无形无指一般 任由天梦冰残强大的本源力量如何冲击 也是魂不受力根本没有半分消除的迹象 精神力的使用应该是这样 霍远号发现自己的身体似乎失去了控制 而所有的一切又都是那么清晰地呈现在他的大脑之中 紧接着他就感觉到自己的魂力开始沸腾了 那依旧是他的力量 毒手强度都未曾改变的玄天弓魂力 下一刻 他那已经变成灰色的灵某就已经亮了起来 灵魂冲击再次发动 霍远号惊骇地发现 自己的灵魂冲击在发动的时候 速度竟然显得有些缓慢 就像是一条毒蛇 缓缓吐出了自己的蛇信 但是原本是一团的灵魂冲击 竟然收束到了只有发丝出息 向着乌风轻轻一吐又迅速收回 在观战的学员们眼中 霍远号的双眼猛然亮了起来 不再是浑浊的灰色 而是瞬间变得晶莹剔透起来 紧急着 那灰色光芒轻微地闪烁了一下 下一刻 另一边就响起了乌风的尖叫 乌风在心生恐惧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准备 将魂力集中于脑部防御 但是就在这一瞬 他只觉得一根灰色的钢针 缓缓地刺到自己面前 他甚至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那钢针一层层地刺破自己的防御 最终在自己的大脑上 轻轻地点了一下似的 乌风整个头部 带着他那利落的红色短发扬起 双眸在那一瞬间 竟然也变成了灰色 然后整个人就重重地向后倒去 摔倒在地 直接陷入了昏迷之中 战斗结束了 但每一名一年级一半的学员 却都像先前的乌风那样 仿佛被掐住了脖子 一点声音也无法发出 霍玉浩的身体略微晃动了一下 眼中的灰色徐徐退去 但他却依旧站住了 腰杆挺得笔直 已经恢复黑色的眼眸 向看台上的同学们扫去 然后才缓步地向场外走去 再没有去看乌风一眼 王岩迅速来到乌风身边 检查了一下他的身体 他确实只是昏迷过去了而已 并没有受到真正的伤害 但王岩还是赶忙抱起他 将他送去医务室 一边跑着 王岩心中一边燃烧起来的火热的情绪 是的 那一定是本体无魂的二次觉醒 一定是 否则他的眼睛怎么会变了颜色 又怎么能战胜乌风 霍玉浩赢了 他赢了 不行 我一定要去找选老 让选老选中他 霍玉浩迅速走到休息室 早在比赛急速的那一刻 王东和萧萧就跑了出来 正好在休息室碰到一连冷峻的霍玉浩 雨浩 你太棒了 萧萧兴奋地雀跃着 王东却似乎是感觉到了什么 三两步来到霍玉浩面前 霍玉浩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下一刻 就直接倒在了王东身上 昏迷了过去 就连他的呼吸都是做热的 霍玉浩的伤势 其实要比乌风严重得多 乌风那一双魂祭附体的遗状 真的重创了他 但他却一直支撑着不肯倒下 不肯在其他学员面前倒下 胸口 一口执着之气 支持着他一直来到休息室之中 王东紧紧地抱住他 在萧萧的帮助下 将他背在背上 然后撒腿就往外跑 雨浩 不愿意让其他人看到他这样的样子 不愿完成他的心愿 这是王东此时心中唯一的想法 他迈步狂奔 直奔宿舍而去 萧萧这才反应过来 赶忙跟着跑了出去 一直护送着他们回到宿舍才停下脚步 霍玉浩的身体昏迷了 但他的意识却被拉回了精神之海之中 而且纷白地清醒 老家伙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跟我抢地盘 天梦冰残愤怒地说道 灰色并未退去 但也并未向天梦冰残发起侵蚀 老夫跟你抢地盘 你算什么东西 不过是一条肉虫子而已 如果不是老夫只剩下一缕神石 分分钟钟 就把你变成养料 苍老的声音分毫不让 天梦冰残怒道 你放屁 有本事你来啊 看在这谁把谁干的 别以为哥没看出来 你就算这一缕神石了 连一点能量都没有 就凭你 也想跟我斗 苍老的声音不写得道 不错 老夫是直升于一缕神石 但是老夫的神石层次不知道要比你高多少倍 你又能奈何得了我吗 我的神石破碎 至于一丝 你就无法对付我 你想想 要是老夫渐渐将破碎的神石恢复 再回复所有的记忆 到时候会怎么样 我会拧住你肥厚的身体 然后慢慢用力 啪的一下 把你捏碎 肉质飞解 你 天梦冰残 显然是说不过这位老者 气得那石团金光不断的涌动 这 这是怎么回事 霍远昊目瞪口呆地问道 怎么就这一会儿的功夫 自己的精神之海 就变得这么惹到了 苍老的声音 面对他时 明显要温和了许多 小子 老夫 应该原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我只记得当时 我好像要死了 但可能是因为我的灵魂力量太过强大 在死亡的那一刻 破开了空间 由这一缕神石 残存下来 结果 就到了你们这个世界 当时 正好那个大虫子 和你进行融合 产生了很强烈的能量波动 就将我也吸引了过来 于是 我这一缕神石 就住进了你的精神之海 你放心 我对你没有任何恶意 以后恐怕也离不开你这里了 我只剩于一缕神石 十分的脆弱 需要时间来逐步修复 才能慢慢恢复全部记忆 刚才你引发心中怨恨的时候 产生了一种令我很熟悉的感觉 从而将我从沉睡中唤醒 虽然我不记得发生过什么了 但我却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不要被仇恨 蒙蔽了你的双眼 一旦你做过一些无法挽回的事情 那么 必定会后悔终生 而且永远也无法弥补 在我身上 似乎就发生过类似的事 幸好你现在还小 能力 也还并不强大 现在渐渐化解内心的仇恨 也还来得及 霍玉浩声音一变 你是说 不让我报仇 苍老的声音淡淡地道 当然不是 我的意思是 不要前奴 报仇可以 但不要伤害到无辜之人 譬如 一个村子的村长 伤害到你 当你能力足够强大的时候 屠杀了整个村子 那些无辜的村民 何故啊 喂 语浩是我的宿主 用不着你教训 你把割当空气嘛 天猛兵残不干了 怒吼的 愤怒的叫着 苍老的声音 很是不屑的 你 当然不是空气 只是一条虫子而已 老夫 懒得理你 继续修复神识去了 霍玉浩 我刚扫描了你的记忆 你的仇恨积蓄得太多 你可率性而为 散发仇恨 但皆不可 让你这些仇恨发小 等我身时恢复一些 会尽量帮你 让我想想 我现在都记得些什么 哦 除了一些模糊的片段之外 似乎只记得一句话 守我日月 这一星辰 使今无我 这一般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笑声中 精神 知海内的灰色 瞬间如同潮水般退去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 周围的一切 就都恢复了正常 而那颗灰色珠子 也依然还在原本的位置 守我日月 这一星辰 世间无我 这般人 霍玉浩 举脚着 这句充满霸气 但又带着几分悲凉的话语 一时间 不禁有些吃了 天猛冰残 气气败化的怒霸道 混蛋 混蛋 这老家伙 竟然敢无事格 敢骂我 我要杀了他 我要杀了他 霍玉浩 被他的声音惊醒 有些无奈的道 天猛哥 你冷静点 那位老先生 似乎真的没有恶意 天猛冰残 没好奇的道 什么叫没有恶意 你没听啥说 要捏死我吧 不行 玉浩 你一定要赶快提升实力 他是寄生在你精神之海中的 唯有 你用精神力 才能将他清楚出去 不过 他的神识层次很高 但因为己身的缘故 却并不能伤害你 等你的神识 也达到他那个层次的时候 就能轻而易举的 竟得解决掉 霍玉浩 有些无奈的道 天猛哥 你也说了 他的神识层次很高 那你觉得 我需要修炼多久 神识 才能达到那个层次呢 这个 我算算 天猛冰残 沉默了 霍玉浩 此时更多的是好奇 身体里 有一个智慧 红环 天猛冰残 就已经令他与众不同了 没想到 在与天猛冰残 融合的时候 竟然还吸收了 这么一缕神识 这里 是他的精神之海 虽然他的能力 远远逊于寄生在这里的 天猛冰残 和那位老者 但他却能够 真切地感受到 这里发生的一切 在那老者 语中心肠地对他说话时 他能感受到 老者 那份深层的沧桑 与真诚 确实 没有万分 要伤害他的意思 而且那一缕神识 很微弱 甚至比他的精神力 还要微弱 可是 他真 虚弱吗 霍宇浩不禁回忆起了 刚刚发生的一切 正是这灰色的神识 暂时操控了他的魂力 向乌峰 发动了最后一击 同样是灵魂冲击 那灰色精神力的控制下 竟然把自己的精神力 凝聚得 只有法司粗喜 刺错了乌峰的层层防御 最终可敌至圣 但却并没有真正 伤害的乌峰 这份控制力 又岂能是他 能够比拟的 如果 他也能拥有这份 对精神力的控制能力 那么 他这些精神系魂技的威力 至少能提升到 在他和王冬魂力 融合后的程度 是有有过之啊 这才是真正的控制 可是 这控制力 又如何提升 又如何做到呢 命 天梦冰残 长叹一声 按照你目前的修炼速度 我大概计算了一下 你的神师层次 想要追上他 就算是在我的权力帮助下 也大概需要 三千年的时间吧 什么 霍玉浩虽然 对那无名老子的估计 已经很高了 但他刚才说自己不如那老者的时候 更多只是敷衍天梦冰残 可没想到 对老者十分愤恨的天梦哥 竟然给了自己这样一个答案 他和那老者不对付 肯定不会说假话的呀 天梦冰残 很是无奈地道 否则 你以为 他就这么一缕神识 凭什么让我对他毫无办法 这老家伙 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神识层次 要比我高得多 他的力量是那么弱小 可神识的层次 似乎已经到了一个 我无法理解的程度 似乎 已经超越了人类 和大陆上所有生物的范畴似的 骂他 看来还真不能把他怎么样啊 只是不知道 他的神识修复后 会不会 有直接的战斗能力 应该不会有吧 他神识那么虚弱 就算是修复了 也依旧只是一缕神识而已 并不是他的全部 请不吝点赞订阅